下面请李明星 李委员 主席 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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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员长 各部会的我们各处的处长 先请委员长 请委员长 李委员长 你好 委员长 这次我们国庆回国有这么多人 我们补助老实讲不算多 而且这个不是补助直接补助给华侨个人 我是他鼓励他参加活动才补助 有这么多人回来的确是值得肯定跟住后的 因为大宗那边也在拉僑胞回到中国去游览参观 你只要九十九块他就上海北京招待一个礼拜 但是他还没有办法像我们这么勇业 可见这个人心的这个向背 我们这个台湾还是比较值得 这个我们海外华侨来回来参观了 那么当然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好的这个 那相对刚刚有很多委员提出来一些问题 我想我在这个地方要稍微再做一点说明跟澄清一下 他说您在这个现场鼓励插包回国投票 是什么暗示 我是看我不一样的 你是在帮政府做事啊 我们要提高这个投票力啊 等于就是说你在台湾 要求我们所有的这个选民来投票 那难道有错吗 没有错嘛 没有 因为你也没有讲说你要投给谁嘛 对不对 没有 大家恰包自己心中有一把尺 他要投给谁他自己会决定嘛 那我们不过是帮政府来实行政策的提倡 让所有的侨胞知道1月14号是一个投票处 让他们能够回来嘛 鼓励他们回来 增加这个投票力而已 所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做了 并没有什么暗示性的了 那 再来就是这个 台湾书院这个问题 我要想请问一下委员长 台湾书院这个我们正式对 在外国来做的话 我们对象应该是除了我们自己的华人之外 还有对国外的人嘛 不管是 美国人也好 欧洲人也好 那请问他的英文名字是怎么样来称呼 其实 其实他们外交部的suggesting是 台湾academy 台湾academy 那 那如果说 要改成中华书院的话呢 那我想要请教外交部他们 是外交部跟文件会在主导的 我们乔委会啊 其实啊 负了一个很大的责任说 这个台湾啊 中华民国的文化的传承啊 一定要用这个文字 这个文化这个语文先开始 是 所以我们乔委会才 跳进去说 我们乔委会来帮忙好不好 对 第二个啊 因为要盖这么多书院啊 一定没有钱的 所以我们说乔委会啊 在海外有十七个文教中心 那几个文教中心啊 我们是不是啊 改变一下子 形态啊 就可以把这样装弘起来 重新来装备 那这个主导 是哪一个单位在主导 其實齁 我们乔委会自动自发的时候 我们语文很重要 是用语文来 所以我们就跳进去啦 这个乔委会啊 我们任副委长啊 在这个行政院的会中啊 反映僑胞的意见 我们都有反映过啦 但是啊 在行政院的会中啊 文件委主政下 就把这个名字这个确立去啦 其实啊 我们规划的啊 其实是都是中华文化 是啊 那现在问题是说 如果说改成中华书院的话 英文名字要怎么叫 也要去研究嘛 那如果说我们为什么会讲 台灣Academy的原因 是要区别 台灣跟China 是让外国人这样知道 因为他不会找到这边来 以为说 诶 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的机构嘛 所以我想 可能当初他用意是这样子啦 但是中文的话 也不一定要照翻啦 譬如说你英文用台灣Academy 对不对 那你中文 就不一定要讲说 台湾书院啊 你可以讲中华书院啊 那如果你说 这个中华书院分成英文 又Chinese什么东西 那就跟我们Chinese台北又有一点怪怪的 所以这个是不是在研究一下 让这个老外一看 这个不是大陆的 这个是台湾的 至于这个名词的问题 我是觉得说不是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也没有什么矮话不矮话 这只是说一个招牌 都要挂出去这样而已嘛 所以我想说 是不是跟文件会再稍微商量一下 到底要怎么样来称呼比较好 这个地方大家意见也不一样 再下来 这个我们在今年暑假有到美国去 台美国会议演员议会 有到那边去做了三场的悄情座谈 那当然很感谢我们这个乔委会呢 大力的帮忙 所以我们有很多 藍丽不同各政理人都来听了啦 那这个也没有说为哪一个党再加油 或者说再拉票都没有 但是呢 我们这个里面有很多华乔他们的建议 都很重要的 但是这个 回来以后我们请教 这个海外 我们这个相关大陆就是乔委会 或者是外交部 大概有什么记录之类的 好像都没有什么记录 那我是觉得很可惜 既然我们在海外办了这么大的活动的话 我们乔包有反应 应该有记录才对 那回来要把这个记录能够做出 整理之后呢 我们再去服务乔包 这样会让乔包觉得说 我们不是到外面去 随便信口开合 回来都不理啦 这个是建立一下乔委会 如果我们有 这个乔委会 滑小文化中心的人出席的话 请他们要能够做记录 但我们自己也会做 这个是一个建议 另外我们 海外 滑巧回来投资这个问题 好像是越来越严重 每一点都要减少 当然这个跟 我们现在的海外 收入 要缴手头 也有一点相关 因为我们这个海外的手头 超过六百万台币 超过六百万 总收入超过六百万 那海外超过一百万的话 那就要缴手头税 海外收入手头税 那很多 开过好多次 僑胞的法令都很激烈 现在变成就是说 让他们心理上有一点感觉 不太敢 马上就回来投资 因为他怕说到时候 是不是这个也出问题 那个也出问题 所以这个每年都在降低 那也希望我们能够 再跟这个财政部啊 再进一步研究 能够是不是让这个 这个能够有稍微再改进 因为这个法律是可以修的 如果要修的话 我们可以联合我们这个 比较关心的这些委员 大家能够 再把它做 比较好的修啊 让所有的僑胞能够非常安心的回来 不然然后大家好像都心里怕怕的 等下被查税怎么办 那这样投资医院就减低了嘛 减低对台湾的经济没有什么好帮忙的 对我们其实也跟委员讲 我们也把这个台商啊 海外的僑商啊 这个跟财政部啊一直在研究沟通 但是最主要的啊 那个法律啊 是三四年前定的 是今年这个阳关法案 就是阳关的这个今年才开始 很多人定的 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 今年一月一号才 明年的一月一号才开始 那个时候出来以后我们才知道 我们一直在跟财政部在交涉 好